灾区路颠簸 辽国实业家陈正辉连着好几天 不只开车在志工勘灾 也当翻译和官员沟通协调 水饭前他从来没听过此迹 在志工勘灾区路颠簸跟他又没有亲戚 又何必能回来这么辛苦 半信半疑直到从网络得知 许多国家受到帮助 蓝天白云身影 真的是来伸出援手 你们是用手做 用久心 用心来感受跟志工勘 所以与众不同 我们就是看到这一点 辽国百姓是辽南华人华侨 最多的城市 百姓中华理事会汇聚善力量 办学提升教育程度 让中文扎根传承 在地的慈善组织 还有百姓崇德山堂 圈棺木 祝贫苦 我们的青山 哪里有水灾 火灾就倒完 全部要倒 将来我们发放完了之后 我们希望我们在当地的华人社会 能够接棒 包括仿式 实战工作怎么做 那在这个做的过程中 我们怎么给他正确的理念 四季志工真诚接引 期待菩提种子 粒粒萌芽 祝贵的人的心 都是非常的完美 有爱心 这些爱心就是 以后是永远永远的温暖 这里的灾民 辽国救灾极众人之力 来自泰国的马拉是嘉义科医师 会说辽语和中文 也到灾区复处 他们只要什么东西 然后告诉祠祭 然后我觉得祠祭会找人 可是过来帮他们的 无常灾难成就善因缘 人间菩萨从地涌出 慈祭之工一路坚持 启发源源不绝